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各位 下列何种是互费的好食材呢 第一个是橘子 第二个是南瓜 第三个是木耳 我们先来问 雪儿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应该是南瓜吧 南瓜 因为南瓜营养价值很高 所以有可能应该对肺很有帮助 你猜南瓜 对 我猜南瓜 小乖呢 我选的是三木耳 因为家里就是会煮木耳汤 而且感觉还蛮养生 而且它感觉是这里面最温和的食材 所以选它 是 Jerry呢 我选择的是三木耳 因为就像刚刚曹医师讲的 他说肺不好的就皮肺比较湿 那我印象就是说木耳 人家有讲说去湿的功能 对 那我说有选择是三木耳 是 所以南瓜跟木耳都有人选 曹医师我们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标准答案应该是木耳 那木耳黑木耳白木耳 其实都可以 那南瓜 南瓜在中医里面是发物 你看它可以变成一只马车 所以它长得很大很快 那所以一般南瓜是对皮肤比较不好的 那一般大家所比较知道的是 南瓜子对澀湖腺肥大 是有帮助的 那至于橘子 橘子太冷的 在水果里面橘子是很寒的 所以肺不好的人千万不能吃橘子 所以常常有那个小时候感冒 然后一直咳嗽 人家就说不能吃橘子 对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正确答案 其实是三木耳 那其实除了这个木耳之外 曹医师我们还没有哪一些是互费的好食材呢 保护费的食材非常非常的多 那譬如说这个水梨 那一般人觉得水梨很寒 其实没有 比较寒冷的水果就是什么西瓜橘子 柚子 葡萄柚 奇异果 就柑橘类的嘛 对 那水梨它在属性里面只是算是良性 还不到所谓的寒性 那所以适度少量的吃其实是可以 那有些人如果还是忌讳的话 有一道这个治疗咳嗽很好的就是这个 这个冰糖炖水梨 我们就把它炖了 然后加点糖就更好 那更讲究的就加点什么川贝膜 甚至加点什么西洋参 那这样子就更好 那其他像那个百合 那百合很多人不见得有吃过 那个再重要才是干的 那是煮起来不太好吃 可是如果在这个食补食疗里面 它是生的 吃起来脆脆松松的 那有一道药膳是这个百合炒虾仁 那这个对这个很多这个药膳的人 自动养生的人都很 它吃起来清淡爽口 而且它是白色的 感觉上是比较顾肺 那像这个莲藕 那莲藕的话是一般是对那种肺结合的 非常非常有帮助 莲藕止血的效果非常好 那么流鼻血 我们刚才说那个肺开窍于鼻 对不对 那如果说有些人像林黛玉会渴血的 那这莲藕都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莲藕它就是可以补皮肺 顾皮又顾肺这样子 那像这个皂米 那皂米就是比一般的米还营养一点 它还有那个俯康 那它除了比较不好消化以外 它也是一样可以补皮又补肺 那另外像这个杏仁 大家众所周知的很多那个 子壳化痰固肺的都会用到杏仁 那杏仁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杏仁不要生吃 生吃它有一些是杏仁心酸 会中毒的 那个这个古代行天宫有那个妙签 就有血 对对对 杏仁 那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另外三药它很普及 那在综艺里面 其实就是说这个白色的 是比较是入肺的 那刚才木耳 其实木耳是黑白都可以 那黑木耳又多了这个补血的效果 所以它又补血又顾肺 那白木耳的话 这很多人拿来煮来当甜汤等等的 那顾肺的效果是很好 那其他像这个蜂蜜 那很多人这个感冒初期的时候 都会去喝一些糖浆 那很多人就觉得它有效 有些人会觉得它没效 可是根据实证医学研究是有效的 那里面不管你加了什么甘草 加了什么西药什么 很多人都研究了结果说 它的关键点是蜂蜜 是蜂蜜 所以就是说 所以这个蜂蜜 它那个止咳的效果 化痰的效果是很受人家肯定的 那当然很多老人家 这个就是比较容易老人咳会有便秘 那蜂蜜它那个润肠滑肠的效果 所以它可以收到 这个一举双得的一个效果 这样子 所以其实刚刚曹医师提到这个蜂蜜 对于感冒的人有一些研究证实说它有效 提到感冒然后吃蜂蜜甜的 我就想到我们国人其实感冒的时候 都很爱吃这个川贝枇杷糕 欣欣你这个号称 止咳化痰的良药真的是对我们肺吃下去有帮助吗 对啊好像蛮多人一咳嗽 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去买川贝枇杷糕好了 那川贝枇杷糕里面就顾名思义它 据我所知它的成分可能就是有川贝母 然后枇杷叶 然后也有刚刚曹医师说到对我们止咳很有效果的蜂蜜 但是就我们采访上的了解就是它可能比较适合热性的咳嗽 就是说你可能声音沙哑或者是觉得口容很干 然后没有弹然后这时候吃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说是所谓的风寒的咳嗽 那因为蜂蜜是比较凉的食物 所以它这样子可能就会就会让自己的比较不适合 所以风寒感冒比较不适合 对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就像蜂蜜它很甜 对那糖尿病患是不是适合吃这么多 吃的血糖会不会升高 这可能也是必须要考虑的 曹医师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 的确川贝皮靶糕它其实是个躁咳 就是咳声是干干的没有什么痰的 那所以有些人吃了川贝皮靶糕 哇觉得痰更多 那就是说你本身就是那种失咳 风寒咳说那痰很多了 那它本身又甜 然后就有点凉 所以吃起来痰就会更多 所以川贝皮靶糕正确的用法 热咳是对了一部分 它适合是躁咳 那一般热咳一般认为那个痰会比较少 反正举凡就是痰多的 或是体质比较偏寒的人 的确不适合吃 那另外像这个那个什么糖尿病的人 没错很多人吃起来不要说糖尿病 一般的人都嫌它太甜 那我们就叫它会这个适可的吃 那遇到怕糖尿病的我们会可能建议它兑水喝 那你有人一般就是一汤匙就直接放到嘴巴里面 那吃的量就太多了 那你把它兑水 那水可能就是五倍十倍 那这样子的话它起码可以很长一段的能够帮它止咳化痰 又没有摄入那么多的糖分 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吃川贝皮靶糕的一个正确用法之外 我们Jerry你常常吃酸的或是冰的也很容易生痰 对 想请教曹医师就是说 因为本身很爱吃冰 然后也喜欢吃一些柑橘类的一些水果 可是每次吃完之后 晚上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火龙就常常痒痒的 然后会一直想咳嗽 那就感觉痰蛮多的 那想请教曹医师看有没有什么 可以舒缓这种状况的一些良方这样 曹医师一定先跟你说不能吃冰 对对对对 那说我们中医生说肺为胶胀 它是非常非常胶贵胶嫩的 那行寒隐冷则三肺 行寒就是说穿得太单薄 这个不穿暖活脸 那隐冷包括冰水 深冷瓜果等等的 这个东西都是要忌口的 那这个人都要呼吸嘛 所以没有不生病的 没有不伤肺的 因为他又很娇贵 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 爱护他 所以要知道怎么样去保养他之前 先避免强害他 所以你就是那些冰冷等等的 就尽量要减少接触 对 那像是我有过敏性鼻炎 然后哥哥有鼻痘炎的状况 那想问说有过敏性鼻炎或鼻痘炎的人要避免吃什么食材 过敏性鼻炎跟鼻痘炎算是非常的接近 跟我们先田讲的气喘 甚至异味性皮肤炎 在现在是属于过敏性疾病的 那个家族成员三成员之一 那过敏性鼻炎或是鼻子不好 你那个不去治疗他久而久之 那个鼻涕啊什么就会积在里面 就会变成鼻蓄浓 就所谓的鼻痘炎 那这个东西就是要等于是一步一步去帮他解套 那过敏性鼻炎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接触过敏源 那台湾最多的是成蚊啊等等 那你在积极的治疗过程上 那个可以治得好 可以治得好 可是保护要同时进行 你外面吃药一外面解决 可是你外面去接触过敏源 一直拼命在这个过敏的发生 那就真的很难治得好 那不要让你的鼻病积累过久 就不会变成鼻痘炎 所以治疗跟保护要酸管齐下 不要拖 越拖会越糟糕 我们的肺部其实也可以透过按摩的方式来保护哦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告诉您